所以在過去的195年 基本上美國都把拉丁美洲 作為自己的後院 那麼在對待 這樣美國跟拉丁美洲國家 在西半球形成了某種特殊的關係 包括今天美國國家組織 他們都是奉行以民主立國的 而今天中國在拉丁美洲的影響 主要的應該說 如果是美國認為它是有新立國主義的傾向